嗨,欢迎回到一乐学频道,我是艾文 今天这个视频我想和大家分享 市场上有哪五种生意是不会被消失掉的 而且无论经济好外都还能生存的生意种类 让我先声明,没有永远不会失败的企业 任何能够赚钱的企业也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实际上,风险收益全能是一个中所周知的概念 这意味着,潜在收益是随着风险的成比率而有所增加 这就是为什么股票的长期收益会比你的普通营养储蓄账户好得多的原因 对于像企业这样的高收益资产,回报率通常可能超过30% 那刚才说的,越高的回报率就会有越高的风险 之前有个研究表明,有21.5%的初创企业第一年就会失败 第二年30%,第五年50%,第十年70%都会失败 当然一些企业失败的原因无非都是资金耗尽 进入错误的市场,缺乏研究 合作伙伴关系不好,或者营销做得不好等 虽然能成功又能长期经营的企业没多少 但还是有很多生意是属于长青行业 只要你在创业前选择一个对的行业 这样对你的创业成功率一定会提升 所以在今天这个视频里,我会和各位伙伴分享 五种低失败率的生意,和为什么这些生意会比较难失败 那如果你对这类影片是感兴趣的 可以点击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所新上传的影片 这样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今天的影片 首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找一些偏低失败率的生意 大多数新创的企业家在创办他们的公司之前 都会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所以如果你正在考虑创业 那么选择一个有极大可能成功的生意 就是一个明智之举,对吗? 那到底是有哪五种低失败率的生意呢? 第一种生意肯定是大家所需要的食物生意 这个因为是钢需 所以它是最安全投资生意之一的行业 同时它也是最广泛的行业 食品工业可以涵盖从农业、畜牧业、加工、保鲜、半制品和包装等 多种种类切入 另外不仅在产品方面 而且在参与的规模方面都是多样化的 从传统的家庭经营 劳动密集型农场到资本密集型 高度机械化的公司都有 一些特殊的领域像乳制品加工 古物、糖和糖果产品 动物食品制造 蔬菜和水果保鲜 以及食品的包装 都是食品工业的重要领域 那以上这些我们所讲的 都是属于食物端的前期 食物制造业 至于食物的后端 那就是开食品零售店 我们可以选择加盟餐厅连锁店 咖啡店 蛋糕店 或者食物小摊都可以 开业成本针对不同的食品门店都大有不同 从1万美金到15万美金不等 而一般他们的利润点都有20%到30%左右 这几年很多成功人士都鼓吹做小而美的生意 那么如果开一些专卖某个品类的食品店 也是一个不错的生意 比如这个韩国大妈 它是专卖韩国快速面的小店 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2019年有一个数据 韩国人是全世界吃最多快速面的国家 所以像这位韩国大妈开这样的专卖快速面 一个月就可以赚到2000到4000美元左右 基本上只需让顾客选择不同的快速面 然后再加上一些配料 比如可以加鸡蛋 香肠 芝士 饺子 紫菜等等 这样一碗香喷喷的快速面 就能够卖大约2块半到4块半美元 第二种生意是健康医疗行业 随着知识水准和收入的提升 很多人对于健康的概念也越来越重视 他们不但是因为生病才有医疗需求 预防医学的观念也能为大家接受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健身俱乐部 养生餐厅等 就连喝水及有机蔬菜水果 也因为强调友谊健康而热卖 因此 健康概念行业被列为最具前途的创业方向第二名 也正因为有了大量的需求 所以这个生意是不会在市场上消失掉的 那根据2018年全球主要国家人均保健品消费支出规模 平均从这个6个国家里 他们的人均消费都有138美金 不止这样 2018年全球保健行业的产值竟然达到了8.3兆美元的市场 而且预估到2023年 产值竟然达到10兆美元的市场 虽然市场规模相当庞大 但若以投资门槛来看 健康医疗包括药房 中药店或者是药妆店的投资门槛 都在10到几十万美元以上 毛利大概才有3.5% 所以这门生意属于回走期比较长 并适合资金足够者长期发展 第三种生意是运输物流行业 如果你从一个好的商业次来开始 你可能会在运输行业里赚很多钱 这个领域里有几个前景 但首先你必须先根据地理区域的需求来做分析 和找出哪种运输种类是你觉得适合做的 那大家先来理解一下 到底运输行业是做什么的呢 运输业务是一种将货物或乘客 从一个地点运送到另一个地点的业务 他们可以为个人乘客 公司或全球贸易伙伴提供运输服务 在这两年由于疫情的影响和电子商务的交易量成长 很多个人卖家和公司都需要使用到产品运输 所以很多运输公司直接开启快递门店 来应付大量买卖双方的产品运送 一般家门这些快递门店费用是无需太多 启动资金大约在15000美金左右就能够开始这种业务 如果你对土西的业务不感兴趣 那么可以考虑土币的卡车运输服务 尤其针对企业长途产品运输的服务 许多企业为了避免长期维护卡车 他们通常都会找卡车服务的公司 来帮他们运送产品 这种卡车服务是非常有利可图的 除了长期有固定的企业生意 有足够的利润点 开车或固定的维护费用 最重要的是运输收入 假设油价上涨 你也可以根据市场上的油价进行价格调整 第四种生意是农业生意 农业是对全球经济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因为它每天养活数十亿人 因此农业生产在世界经济中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018年农业生意占了全球GDP的4% 这4%可能对大家来说没有一个多少的概念 那我们来看看几个国家的农业产则 你就知道它实际上对世界做出多少的贡献 比如美国一年的农业产值就有2000亿美元 中国和印度因为人口的数量 占比都有9500亿美元和3800亿美元 我的国家马来西亚都有280亿美元的农业产值 农业业务肯定也是有很广泛的生意 除了最基本的种植业务之外 你也可以选择进口或销售一些农业设备 供应机械或从事农产品的相关业务 另外可以考虑做一些轻加工的农产品 很多时候很多农产品可能因季节性的关系 而导致产量过多 然后农民就把卖不出去的农产品拿来为家庭 但只要稍作一些加工 就能把价值翻倍 比如玉米炒一炒或者做成爆米花再卖 土豆可以煮半熟晒干 作为榨手片或者提取淀粉等等 所以基本上从事农业生意的成功率 是可以高达88% 来到最后一个的生意是有教育行业 教育行业是全球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 它也创造了大规模的就业和收入 从实力大学 职业培训 在线教育 幼儿 中小学教育 国际研究和教育材料等 这些教育生意肯定是不会消失掉的 而且教育行业的成功率达到85%以上 虽然这两年受疫情影响 很多线下教育门店都转型去在线教育 这也改变了人们对受教的环境 卑鄙去接受在线上学习 不管是在线上教补习班 培训课程 营销课程 或者商业课程 都是属于刚需的需求 因为人们对知识的渴求 及进行碎片化网络学习的需求 他们会更愿意付费学习 增加更多知识和加强自身的价值 所以如果你有个人的专业技巧 可以选择加入一些线上课程的平台 让这些平台帮你销售课程 你除了在前期需要提前录制视频和整理教学内容 之后只要有学生付费从你的视频学习 这样你就能持续获得收入 甚至如果你的教学受到学生的喜爱 你也可以开始提供线下小组专业教学 这样做的目的是以后你无需和平来在对分用金 而且线下的教学 更加能够和你的学生们维系更长期的关系之外 也能给你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推荐人数 参加你的课程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今天就开始准备创业或者启动一门生意 那么在这之前 你可以先找出行业的问题 然后要想出你有什么解决方案 而且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 为什么别人要买我的产品或服务 那如果你喜欢像这样的类型影片 希望你可以给我点赞和分享 好 感谢各位伙伴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